而台中有不少的牛肉麵店 价格超級親民的 舉例來說 文香牛肉麵和清衣色牛肉麵 主打免費絮湯絮麵 甚至還有飲料讓您喝到飽 另外像是玉春園麵食館 這裡的牛肉麵百元油絞 各自有各自的擁護者 香醇濃厚現熬的湯底 搭配Q彈有嚼勁的牛肉 最後加上輕蔥點綴香噴噴 牛肉麵上桌 一碗200元油絞 還能免費夾湯夾麵 來 夾麵好了喔 台中南區這家文香牛肉麵 在地飄香超過30年 老闆有感於學生族群 以及小資族常常吃不飽 儘管物價飛漲30年過去 堅持維持這項傳統 我媽媽每天就大概給我 幾塊錢的吃陽春麵的錢 吃飽了 湯也喝得光光了 這邊完全還沒有飽 後來我賣這個麵的時候 我就有這個想法 我還加麵加湯免費 就讓那個吃不飽的人 讓他吃飽 儘管費用餐時間 店內顧客若以不絕 因為相同價格在其他地方 可能只買得起一份便當 因為現在一顆便當 可能就要100多塊 對啊 他這個算100多塊 可是你可以吃得比較滿足一點 又可以吃飽 可以一直加麵 還有喝的 剛起鍋的麵條 加入青江菜 在豪邁放上一湯匙牛肉 淋上湯底後 想其四億 這家清一色牛肉麵 位在大學學區 同樣主打高CP值 只要百元 就能免費續湯續麵 還有珍奶小菜任你吃 我們最高紀錄 我有15球 滿多大學生都會 一起來比賽 他們自己啊 然後我們就 供應他們 無限量 另外像是麵家二卷 主打大份量牛肉麵 搭配豆花吃到飽 玉春園麵食館 牛肉麵價格親民 百元有找 同樣擁有 大批擁護者 物價飛漲 牛肉麵業者 維持甜甜價 成為外食足的日常小確幸 記者文匪江振南台中報導